大家好,欢迎今天的五大新闻亮点 美国生活365,2024年8月5日 中东等待攻击,伊朗警告飞行员避开空域 澳洲提高恐怖主义威胁等级 中国非法移民在美国边境关门前争先恐后的寻找前往美国边境的途径 美国国会及左派小队团体的成员科里布希在艰难选举中 伊朗拒绝呼吁克制对哈马斯领导人被杀事件的反应 伊朗已向飞行员和航空当局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避开齐领空,以应对针对以色列的攻击威胁 伊朗关于齐领空的通知发生在欧洲中部时间上午7点45分 航空当局通常使用该通知来提供必要的实时信息 提供飞行员事先不知道的资讯 这本质上是向商业和民用航空发出远离的信息 但没有迹象表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据两名听取了电话会议简报的外交官透露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在周日的电话会议上告诉七国集团外长 德黑兰可能在24至48小时内袭击以色列 布林肯没有透露攻击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以色列准备保卫自己美国也承诺提供支持 哈马斯最高政治领袖伊斯梅尔 哈尼亚上周在德黑兰被暗杀后 局势高度紧张 2020年在美国刺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 苏莱玛尼,Kesem Soleimani,少将后数小时内 伊朗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克机 造成机上176人全部遇难 据称,这起事件是无益的 澳洲已将国家恐怖警报等级提高至 可能,这表明未来12个月内发生袭击的可能性超过50% 年轻人中的极端主义正在抬头 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中年仅14岁的青少年也参与其中 今年4月,一名基督教领袖在雪梨西郊一座教堂的现场直播中 被一名青少年刺伤 当局称这是一次出于宗教动机的恐怖攻击 事件引发教堂外骚乱 近日,英国警方一直在努力遏制主要城市的暴力反移民抗疫活动 这些抗疫活动导致建筑物受损和火灾 引发抗疫活动的部分原因是一名黑人青少年袭击者 上周在英国北部小镇邵斯波特的舞蹈班尺刀袭击 造成三名儿童死亡 三名儿童死亡,十人受伤 其中包括八名儿童和两名成人 袭击者在现场被捕 并被指控犯有多项谋杀和谋杀未遂罪 这起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哀悼 斯维夫特向受影响的家庭表示震惊和慰问 邵斯波特刺伤事件的袭击者是一名17岁男性 名叫阿克塞尔、穆干瓦、鲁达库巴纳、 阿克塞尔·姆根沃·瑞德克巴纳 出生于英国家地夫,父母是卢安达人 阿克塞尔父母Alphonse 标志者近年来的一个逆转 当时当局认为 随着伊斯兰国哈里发政权的垮台 出于宗教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的威胁已经减弱 澳洲上次调整警报等级是在2022年末 当时降至第二低 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突然越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 在美国寻求庇护 寻求连任川普总统并誓言关闭南部边境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 促使许多人冒着新的风险来到美国 将其视为拜登领导下进入美国的最后机会 目前,有些人正试图从距离地华纳约 7000英里的玻利维亚拉巴斯 经陆路穿越9个过境点 墨西哥是许多试图进入美国的人的最后一站 许多中国移民从玻利维亚拉巴斯等地 冒险陆路到达美国边境 厄瓜多政府于7月1日暂停 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并关闭了最受中国移民欢迎的入境口岸 近年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经济放缓 监视和审查力度加大 导致许多人采取了绝望的措施逃离家园 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试图透过连接南美洲和中美洲的 危险的达连峡谷进入美国 首先前往墨西哥 通常是在飞往厄瓜多尔之后 一名在中国南方出售槟榔 一种温和兴奋剂 个37岁中国男子在墨西哥城表示 他于6月匆忙离家 在免迁入境政策暂停前几天抵达厄瓜多尔 男子只透露自己姓周 他表示希望骑摩托车到达美国边境 暴政比虎更可怕 他引用孔子的话来解释他冒险的理由 美国最近驱逐了116名中国非法移民 中国官员正在惩罚那些试图离开的人 116名中国非法移民包机从德州 飞往中国东北城市沈阳 此前 中国当局拒绝接受被驱逐的中国人回国 密苏里州民主党众议员柯里 不惜被认为是一位顽强的社区活动家 和众议院中直言不讳的进步人士 但他现在面临着来自当地检察官的严峻挑战 他们称他是一位不专注于为选民服务的女议员 柯里、布希、密苏里州民主党人 是美国众议院进步民主党 及左派小队团体的成员 团队的初始成员包括纽约州的亚历山大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K 明尼苏达州的伊尔汉、奥马尔、马萨朱塞州的阿亚纳 普莱斯利以及特莱布 后者在2020年当选国会议员时加入了小队 这场竞选迫使选民考虑他们希望从代表那里得到什么 不惜称自己为政治家作为替代方案 将自己描绘成像陷入困境的城市 提供联邦资金的稳定之首 即左派小队在2020年当选国会小队扩大至8人 民主党籍左势力壮大凸显民主党正在严重左侵 美国国会也在往左移动 伊朗拒绝了美国和阿拉伯国家试图缓和对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杀事件的反应 这次被杀事件和最近的其他攻击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伊朗威胁要报复以色列,为潜在的冲突做准备 美国和约旦敦促局势缓和,并敦促伊朗和以色列保持克制 伊朗周六告诉阿拉伯外交官 知情人士和对话者表示,他们并不担心这项反应是否会引发战争 美国已要求欧洲和其他伙伴国政府发出讯息 警告伊朗不要升级局势,警告任何重大攻击都将导致 回应伊朗新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如果表现克制 他将有更好的机会改善与西方的接触 在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更多军舰和战斗机,以加强以色列的防御 此举是为了回应伊朗及其盟友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威胁 五角大厦已批准部署更多海军巡洋舰,驱逐舰和F-22战斗机 5月初,Axios报道称,拜登决定暂停一批本应运往以色列的武器 几天后,美国官员证实这批货物包括1800件2000磅重的武器运往以色列 共和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迫使拜登总统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同时敦促以色列在与哈马斯的战争中采取更多行动保护平民 以色列安全援助支持法案,以224票对187票通过,基本上符合党派路线 16名民主党人与大多数共和党人一起投票赞成 3名共和党人与大多数民主党人一起反对这项措施 今天的五大新亮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